我正式拜師大概是108年6月的時候 然後在拜師之前 那時候還在讀大學 我的大學同學 他們去幫小劍老師拍一個紀錄片 然後我們那一次 團隊就是覺得說 老師他們推廣的方向很棒的 然後我們也想要留下來盡一份心力啦 然後我本身是設計系的 所以我對臉譜也比較有興趣 我就學畫臉這樣 在參加就是加入這個團隊之前 我是完全沒有在看廟會 就是我也沒有在關注八家將啊 什麼任何其他廟宇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剛進來就是一張白紙 出門要拜師的時候 小劍老師他們都先跟我打過預防針 他就說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子的女生面試 正式拜師 而且我們的脈絡是白龍庵 一些規矩會比較深嚴 然後加上大家也會拿放大鏡在看我們這樣子 因為我算是白龍庵的第一個女面試 他說所以你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趕快把這些臉譜學好 人家才不會說你是來當花瓶的 因為我生理期啦 不是說女生不可以 外面 以前是 以前的人都麻煩啦 如果生理期就夾一下 是沒有人會不會 以前的畫師 有絲成脈絡的 他們會比較遵守一些習俗啊 比如說畫臉之前要先進筆 然後要開筆 然後要看方位啊 或者是說不能在量柱下 桌子不可以比神桌高啊等等 就是很多這種儀式 儀式要去做 再來就是 臉譜是完全不能外傳的嘛 那當然以前的家將館 家將團也會很尊重面師這個身份的人 但是現在也越來越多 比較年輕的 或者是一些不同領域的人來學畫臉 我們本身就是在推廣傳統的臉譜 覺得台南臉譜已經有點快要沒落了 然後又加上後來有慢慢 每一代的人都會去改變嘛 他一定想要把它畫得更精緻更漂亮 甚至顏色更多 但是可能就會越來越少你知道 原來台南發源地的 家將臉譜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所有的臉譜 總共有四十幾個 就是包含每一種儀式啊 什麼時候該畫什麼臉 每一個半將者他的膚質 然後他臉型都不一樣 對所以你不可能每一個 每一張臉譜都像概印章一樣 畫得一模一樣就會好看 你一定要依照那個人的比例去調整你的 筆畫的大小之類的 蠻多人常會這樣問 就是說啊 又沒有賺錢 然後又不能就是靠這個吃飯 你花這麼多時間在做那個 到底可以幹嘛 但是你現在做的事情 是三四十年後的人都看得到的 對他是會為這個社會留下來一些 嗯 有一些教育意義的 是一種教育意義的